火警撲滅 饭店员工急著扫索復原 另外妹外也站著不少房客 因为他们第一时间遭到疏散 行李还来不及拿 头探出来 然后吸外面的空气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那白烟就开始慢慢变成 很浓密的黑烟 我想说 我这黑烟吸下去就完蛋了 由于起火点 在三号房 住在里头的江姓男子 急忙逃到隔壁五号房 人倒地送医不治 还好七号房的住户 爬到户外的室外机获救 最后一间的八号房客也被获救 反倒是员工帮忙抢救 意外呛伤也被送医 有闻到味道 然后外面走廊很大的声音 因为他们在响泥火气 所以会听到很多声音 所以我们就打开看看 打开的时候 走廊已经都是很多烟在走廊 根据了解 起火的饭店共有八十几间房 当天共住了三十四人 其中有外籍游客 有本籍房客 还有常住房客 其中死亡的三号房 相信男子就是常住房客 已经住了约三个月 由于身体状况不佳 逃生不及送命 女儿到医院查看 一度难过到说不出话 另外一名八号房的房客 送医治疗后 也赶回来领取行李 从内部照片可以看到 房间简单干净 但仍显露出年代感 不过由于整修过的饭店 平日房价约五六百元 假日也只要一千元上下 就算住整个月也只要一万多元 跟出租套房差不多 如果常住价格还会更便宜 也因此吸引各种族群入住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